一大草一看到十来斤了 这个鲤鱼十几斤二十几斤厘 这里还有野猪过来了 这都被你看到 好多野猪 我们也是上下耳末 这个天井全部都被野猪搞坏了 我基本上一个星期 要来这里看自己有没有被他搞走 这个草一回 有一斤到两斤 这个一斤多是有 可能两斤不到 差不多可以抓鱼了 这么远了肯定要体验一下 不能白来了 对对对 对我老板要体验一下 你基本上躲在这个草下面了 这两条大草一抓去 中午搞条大的吃 这条鲤还不错 这条七八两次有 全部躲在这个草下 早都不用找 我昨天刚好到这里 盘了一些草上来给这些草鱼吃 好你抓个不多多边角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还不就想做啊 哈哈哈哈 这条鱼了 小感好嘞 小感好嘞 对你还好嘞 小感好嘞 把你一上的鲤鱼全部刷了 这几个兄弟从南风赶过来 来这里体验扎荷花鱼 这几个还可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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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条还可以啊 这么大 那条可以 这个鱼都有脂 肚子全部大大的 好嘞 要不这样来做 拿破两条 哎呀 我的应该封了好 我没有挖死 我 好 他那里挖死了 咋了挖死 那里挖死了 这一条 这下有还两条哦 全这一条 后面 后面一条八斤的 我看他跑过来 在这里 这条还可以这么肥 哇 这条大 这个鱼真漂亮的 全部这么大 半斤左右 老下 还有三四条 我这里全部都是你看 你看 你拿着我来抓 全部放到网豆里去 哇 这条大 这条大 八粒 这条也可以 公的 是吧 公的 有很多鱼椒嘛 这个说 这条还可以 这条抓了 我这条大草 还可以 给他抓了 两斤是有了 这个鱼 再抓一条 再抓一条 有几条 三三条 有几三条 这条还可以 还可以啊 把他抓了 就可以了 不抓不抓了 好严重 你看一条 你看一条 嘿嘿 好的很快的 被他那条鱼给累住了 嘿嘿嘿 这个在泥香里面打滚 我儿子上次 到哪条四斤的草 又被伤了好几个巴掌的 我看到了 你的视频 第三个视频是吧 嗯 那条视频 不会小 抓了 好 那边就不用去了嘛 对 省得麻烦 这个鱼还是漂亮的 五条草鱼 五条草鱼 看来十来斤了 这个鲤鱼十几斤 二十几斤 厕了 回家煮鱼吃了 撒两条这个油脂的鲤鱼煮烫很好 来点这个鲤鱼煮鱼 来点这个鲤鱼煮鱼 来点这个鱼煮鱼